就不会等到最后 等到最后呢 让大家再来提问 我们现在呢 马上就来开始 但首先呢 我想按这个顺序 来看上我们这一节会议 我想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四位这个专家 我们有两个专家 来自私营部门 两个人来自公共部门的专家 如果你们走错房间 走错会场的话 你们即将听到的是 有关这个亚洲的科技的 这个力量 在这个话题之下呢 就是说在这应该实现 一种微妙的平衡 也就是在公共部门 也就是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 应该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 也就是在这个 每一个国家的发展 每个阶段都必须在这两个部门 那都应该有这种微妙的平衡 每个国家可能发展的阶段不一样 因此呢 这个平衡呢 要达成的非常复杂 非常难 我们在过去呢 也碰到这样一些情况 政府呢 希望呢 取得指令啊 就是说来确定一个部门 或者经济发展 或者这个科技的发展 还有的一些情况呢 政府呢 也不做任何的这个干预 也就不能够推动 自己国家的科技 很好地发展 因此呢 这里呢 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你们可以改变你们的主意 这是没有任何这个偏见的 我想给大家选择一个范围 如果在这边 如果你们认为 政府应该真的是应该 完全放开不敢 放开不管啊 也就是在设计到培育 科技 行业的发展的时候 政府呢 完全应该三手 不管 这可以是你们所在的国家 不一定是中国 而在 独自在这一边呢 是你们认为 政府呢 应该是完全的 发挥一种完全的作用 来确定这个 一个国家的科技的发展 我那不是弱智啊 我知道你们肯定是处于中间的某个位置 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应该公正一点 向大家呢 表明一下 你们有哪种想法 你们是赞成这个政府放着不管 更多的让自由市场来决定科技的发展 还是说你们是属于这一边呢 就是需要政府呢 采取一些培育的这个措施 采取一些保护的措施 因此呢 我们这样决定 这些先生们呢 回来看 大家呢 他们就能够了解 你们怎么样的想 现在呢 请大家举一下手 如果呢 你们更是将认为 政府应该呢 更多的是放手不管 起到一种放手不管的作用 也就是在一个国家 培育科技发展 政府应该算是不管的话 请举一下手 还有 顺便提一句呢 实际上在这里 是没有哪个 没有什么谁是中立的 请在对方手 举一段时间 非常好 如果你们认为 政府应该是 应该呢 去发挥一定的作用 来培育一个国家的科技的话 现在请去享受 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房间 他们呢 好像听众更倾向于 这个公务部门的 这两个这个专家 在了解了听众的意见以后呢 我想大家首先介绍一些 万刚部长 万刚部长呢 是中国的科技部的部长 中华美国科技部的部长 请大家和我一起来欢迎 万部长 如果你们需要听分语的话 如果你们听不懂中文的话 你们可以呢 把那个耳机呢 选到 放到一频道 那么万部长呢 会用普通话来发言 是吧 你会说 对 OK 万部长 我要跟你提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 我跟你提的第一个问题 是 因为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 这种平衡呢 非常微妙 你怎么能够 有效地达成这种平衡 而又不至于破坏 那很 这个导致产生 很多新的科技想法的 这种企业家的精神 舅舅 你怎么达到这种平衡 我觉得呢 要达到这种平衡 大概政府要起到三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呢 首先是提供服务 我所说的提供服务 首先 政府应该在教育上处置 培养出更多的 创新性的人材 我所说的第二个 这服务上面的第二个呢 就是要建设 公共性的服务的 支撑的为基础开发的 基础设施 和视野平台 我所说的第三个 政府应该制定政策 来帮助这些企业 能够在税收政策上 能够在它的发展上面 起到一些作用 比如说它取得贷款 等等这一块 我讲到的第二个作用 是政府要扶持 特别是对新型企业的发展 比如说在座的 private sector里面 有很多的是IT企业 比如说在健康事业上 比如说在环境事业上 比如说在能源 和节约能源 和发展新能源 我想说的第三点 政府要对企业的发展 有一个引导的作用 特别是今天在中国 当工业化发展 一定程度的时候 能源 资源 环境的 制约瓶颈 已经对我们的社会发展 造成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 政府提出来应对大气变化的 气候变化的这样的 政府行动计划 来引导我们的传统工业 来进行开发节能 和减排的技术 引导我们的新型工业 来开发新能源 比如说太阳能 风能的利用 比如说照气的利用 生物就是智能的 生物制油的作用 政府的作用 我认为 首先是为企业提供服务 第二 在企业需要的时候 给它以支持 第三 当社会需要的时候 政府应该引导企业 来满足社会的需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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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部长 我想再问一下 您怎么知道 在实现这些目标的时候 就是引导来支持 这些时间 您怎么知道 您是不是走得太远 或者走得不够远 您怎么 您怎么把那些 这个科学的人才 这样放到你这个部门 这样在你做出 有关的决定的时候 你做出决定 不至于是过时的 我们有两个 比较明确的措施 第一个 我们认为 在科学研究的时候 今天的题目叫 Transfer 成果转化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 在成果产生的时候 就应该是 大学 研究机构和企业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所以政府支持的科研项目 明确地 确定了以企业为承担的主题 以学校和研究机构和企业 紧密地结合来进行开发 我认为 这个 在 同时呢 我们在发展高新科技 大家可以有机会 也在大连参加 参观一下它的高新科技园 我们在高新科技园里面 有一个管理机构 他们为这些企业 在瞬息万变的时候 当企业需要的话 就为它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台 为它提供财政支持的中介 为它提供 这个 一些资源能源方面的服务 就像一个服务器一样 是吧 我这里的 想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Kirakawa先生 他是日本首相的科学顾问 Kirakawa博士呢 我们看到在日本啊 在过去 政府呢 确实呢 希望呢 来选择一些科技方面的 这个胜利者 比如说在八十年代 是高清一度电视 是当时的名字是Muse 但是呢 这种做法呢 好像没有奏效 那么政府 怎么超越它的作用 您认为 政府怎么应该能够 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 感谢你们的邀请我来参加 参加今天的这个会议 至少 在以前的方法当中 或者是大公共生长当中啊 标准化 还有这个消费主义 在那个时代呢 日本呢 做得非常的出色 因为呢 这是符合当时日本人的这个思维方式 呃 就是呃 但是现在呢 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发生了迅速的变化 不仅仅是 呃 不仅仅是亚洲有很大的增长 并且呢 IT的技术呢 也呢 也是成了一种推动 也推动了经济发展的一种力量 现在呢 首先 就是 投资于教育 这非常重要 因为呢 必须呢 创造出人力资源 但是呢 请大家不要忘了 那也许 大概十年以前 我们当时谈的是人力资源的开发 因为呢 那看到一些 这个行业的重组 但是现在呢 我们是更多的使用了这样的词 就是人力资本这个词了 因为 呃 就是赋予个人一种权利呢 那可以有 开发出更大的潜力 比如说看Google 就是这样的 在公共化国家 有不同的方法 因此 就是什么样的教育 才是关键 第二 科技方面的投资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通过这种 在科技方面的投资呢 我们也能够 垫立一个技术 给未来的子孙 或者给未来的科学家 工程师呢 垫立一个坚实的基础 呃 这个创造出 这个 我们必须培育 创新的思维 在这方面呢 这也是 这也是公共投资 和私营部门的投资 也应该投资于这个领域 还有呢 决策的过程 政策制定的过程 也非常重要 呃 请大家呢 应该想一些啊 也把这种投资呢 确定它的优先顺序 也就是说呢 应该 把它确定为 垫立这个国家 国际实力的 这个观点起来 每一个决策者 每一个政治领导人呢 必须为 确定 自己国家的需求 确定自己国家需求的 这个优先顺序 承担责任 比如说 社会的老龄化 呀 贫穷 也就是在你国家内部 把这些问题 应该确定它的 这个优先顺序 确定这个优先顺序 除了这个经济发展以外 要确定这件事情的顺序 但是呢 我们还需要 注意这个全球性的问题 全球性的贫穷啊 恐怖主义啊 因为呢 大家都知道 呃 都不知道 这个有很多的 这个不幸福的现象 呃 还有全球变暖 还有资源的短缺啊 饥饿呀 还有水方面的问题啊 我们必须有平衡 就是每一个社会呢 我们必须平衡 我们必须要应对 这些问题 不仅是要处理 国内的问题 并且呢 也要对于国际问题呢 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 承担越来越多的问责 呃 我想这就像 呃 就就就有点像 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 这 已经成为每一个国家的 这个核心价值了 就是说呢 你为解决这些问题呢 做出大大的贡献 呃 不是 呃 我想回到您刚才谈到 这个人力资本的问题 政府的作用呢 呃 就是政府能够毫无作用来培育这个人力资本来促进科技的发展 那怎么做啊 呃 这是日本型的这个大学 呃 我呢 一直在大量的努力来让大学开放 就尤其是本科的教育 也就是呢 发放很多的奖约经 因为呢 这种做法呢 最终会产生回报的 因为 呃 因为呢 给外国的学生提供很多的机会 尤其是来自发展的国家 对外国学生提供这个机会 实际上呢 对于这个国家安全也能够奠定很坚强 坚实的基础 因为在全球化的世界当中呢 我们应该搞清楚 呃 这个方法的变化 方法的变化 和这个多样性 和适应性 但是在过去从50年代到80年代 日本的这个制度 日本的系统呢 效果非常好 因为呢 在这个工业化的这个方法 可以基于这种 服从一致性的基础之上 但是呢 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 呃 但是现在呢 也有一些抵触 因为呢 呃 我们以前的模式呢 非常成功 这样呢 我们的领导人说 他们也想改变这种 以前的做法 但是呢 也碰到了很多的抵触 很多的阻力 呃 呃 必须呢 不断的来讲这个问题 来推动这个新的这个 这个模式的发展 我 万部长 几个月以前我还是校长 呃 我曾在同学大学担任了 呃 同学大学的校长 在座有很多朋友 我都 那个时候就认识 我认为呢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 特别是在一个创新型的社会当中 我们需要的学生的质量的变化 是要随着企业的需求而变化 这也就是说 在高等教育当中 作为政府 在引导高等教育 培养学生的时候 要让他们 更多的 有机会接触 企业的发展 让更多的学生 能够 及早的到软件公司 啊 到去进行实习和锻炼 要让学生 自己有创造 自己实现自己的 创新的 ID的 这样的可能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当前在教育上面 特别是在面向企业 发展的教育方面 所需要做的改革 这并不是说 过去不成功 而是 今天发展的社会 需要我们 走一个新的模式 谢谢 谢谢 我们还有两位 来自于私营企业的 都是 来自非常重要的 高科技的 体业 您对于这种 转型式的技术呢 也有很深刻的认识 那么 我们首先呢 把这个刚才讲的 微妙的 平衡 这块 谈完 那么请 Vinniah 她是 HL 技术的总裁 我想呢 我们来谈这个问题的 看待这个问题的 最后的 角度呢 就是要 转换一下 我们的思路 我认为 在考虑的问题 有两个问题 非常重要的 首先是相关性 第二是速度 那么 就相关性而言呢 就是不同国家 所面对的挑战 是各不相同的 那么这样呢 对于每个国家来说呢 那么 对于 它具有相关性的 解决方案 就是不一样的 对于美国 印度 或者是日本 具有相关性的东西呢 对于中国 不一定也有相关性 也就是试用性 所以呢 试用性 首先是一个 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去 动议 对于 科技 科技成果的转化 经济发展 所有这些方面呢 找到 适合自己的 解决 答 关于 试用性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 我要解答的概念呢 要考虑问题的角度呢 就是速度 比如说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教育非常重要的话 那么 我们在解决 教育方面的 挑战的时候 能够以 多快的速度 来 执行 那么速度 主要是来自于 想法的 发明的 成果的转化 我们 谈到 人力资本 一旦对人力资本 进行私有化的话 那么 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出 足够多的 学生 并且呢 能够 拿到非常好的工资 非常好的工作 机会的话 那么 那这样呢 也就是说 即使在印度 我们也是在 谈到 印度的教育标准 还是不够高 因为 印度的 教育呢 的私有化的改革 没有到位 那么 商业化 的速度 是 非常重要的 商业化 能够带来速度 另外一个 能带来速度的 就是基础设施 那么 在这方面呢 我非常 同意刚才的说法 就一旦我们 建立起 农业的基础设施 提高农业的 这个单产量 以及其他的 基础设施的话 那么 这必须要 由政府呢 先有 长远发展的愿景 比如说 以农业为例呢 首先你要去 培育出新的 育种 新的这种农作物的种子 才能够去提高 单产 很多这些 活动呢 从风险资本的角度 来说 那么 政府它投资的时候呢 用的是 纳税人的钱 他们在做投资角色 有时候会说 这件事对于 国家很有好处 他们就会做 这样的投资 但是 他们一旦在 做出投资之后 他们必须要把自己 当作风险 投资者 必须要用好 每一分钱 必须要密切地 去追踪和执行 他们的投资项目 有了这样的心态 有了这样的做法之后 我们既能够 实现 实现适用性 也能够实现速度 那您对于 印度政府 去做一些创投的 就是风险投资 类型的决策 你是感到 同意的舒适的是吗 我想 如果 政府不做 这些决策的话 我们还要 政府干嘛呢 所以说 我们至少呢 我们应该投票 把政府选对 来让他们 去做出正确的决策 不是说 我们要去绕过政府 那么 如果政府 做得不对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 选举的流程 把政府给换掉 换成一个更好的政府 而不是去绕过政府 那么在你 HCL工作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政府 在哪方面 起到了最好的作用 那么 在印度呢 政府建立起了 一些高新企业发展的 基础设施 并且呢 建立起了 免税区 免税的政策 去鼓励你投资新业 然后呢 并且呢 建立起了很多 知识传播的中心 接下来呢 对于高等教育的体系呢 进行了私有化的改造 来进一步的释放出 人力资本 所以说呢 在创新思想 产生的过程当中呢 政府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如果让政府本身 做一家IT公司的话 就会带来灾难 对了 政府应该是一个孵化器 那么 在工业园当中 你是不是同意他们去体现 对一些行业的倾斜呢 就像所有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 没有哪个政府是完美的 他们都希望呢 能够体现出一些轻重缓急 有一些偏好 那么一旦做出投资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在生物技术 还是在IT当中 那么 政府呢 基本上 印度政府呢 基本上去 没有干预 但是我们来看到 我们要来看一看 政府失效的地方 主要是在relevance 就是 适用性方面 出现了一些失效 也就是说 印度的农村经济 怎么样 印度的农村节能 做的怎么样 印度农村的供水 做的怎么样 如果我们把各个 行业 来做一个 分析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农村经济方面 应该得到 本应该得到更多的投资 应该有更多的商业化 有更快的发展速度 应该得到更多的投资 这些领域是有待提高的 那么下面请 何董事长 他是中信公司的董事长 这是一家非常大的 高科技的公司 那么刚才呢 您也是听到 其他人的介绍 而且从您个人的经历来说 在构建这个科技巨人 中心这个集团的过程当中 您认为 政府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您和政府打交的过程 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您认为哪些方面 还有待改变 那些方面正在改变 我觉得刚才主持人 谈到这个问题 很有趣 就是说政府的这个定位 既不能走向一个阶段 就是什么都不管 也不能在另外一个阶段 就是说 这个控制的非常严 什么都是由政府来控制 所以这个平衡点 确实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这个企业的发展 我们这个总部是在深圳 那么深圳是中国开放的一个 前线城市 所以发展的比较快 我觉得这个深圳这个环境 这个商业化这个环境呢 在当时八十年代 相对于这个 咱们国家其他城市相比呢 它就是比较一个宽松的环境 那么使得企业呢 能够做到比较快速的发展 当然这个 我觉得刚才我们这个 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领导 这个在这方面的发言 特别我们的部长万刚 这三点意见 我是非常赞同的 就是说这个 我们的这个平衡点 究竟有没有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 还是需要不断地 进行调整 比如在中国 这个很多的方面 是吧 往往是从一个极端 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以前是什么都管 后来呢 就是 就是更多的强调商业化 在很多方面 这个也不会能够 使这个行业呢 能够得到 这个很健康的发展 包括咱们有一些 像这个医疗行业 那么完全是做商业化 对这个全国的 这个老百姓呢 就会造成很多的 这样这个医疗方面的困难 教育方面也一度呢 也有这样的问题 强调教育的商业化 那么在我们这个 高科技的领域里面 同样也有这种问题 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 强调政府对这个 高科技企业的一个支持 这个腐化器 这一方面我觉得很多城市 还是做得比较好 但是这个 有一个敏感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市场 就是说这个 这种科技性企业的市场 那么我们 像中国印度这些国家 这个应该说 在这些方面 相比于西方 欧美来讲 那么还是有一些差距 那么这个差距的情况 就是说这个我们应该 怎么样的应对 第一个市场 我们能不能 是吧 有些穷鞋 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在WTO的框架下面 每个国家 根据自己的国情 有一个战略性的 一个统筹 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一个政府 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非常感谢何先生 那么下面呢 如果大家对于 这样的政府的 以及私有企业的角色 有疑问的话 请大家提问 否则我就要换一个问题了 换一个话题了 请自保家们 可以说中文 我有一个关于气候变化 新技术方面的问题 想问各位嘉宾 特别是办法的 因为现在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气候变化问题 非常的银注目 在前两天 在现在在西地 正好在开 APIC领导人会议 那么在这之前呢 也有一个 APIC Business Advice Council APIC工商资金理事会 在这个会议上呢 大家谈了很多很多 关于新技术 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 那么很多人认为 政府应该在这里面 承担更多的责任 那么因为新技术 我们也要考虑 既要考虑到 保护这些技术 发明人的利益 又要平衡公共的利益 那么今后 在气候变化方面相关的 这种新技术的使用上面 政府有什么办法 来平衡这种利益关系呢 好 谢谢 我尝试一下 先回答您这个问题 这个 Global warming 就是气候变化 确实 也是今天中国政府 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可能大家还记得 就是在六月初的时候 中国政府 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 第一个提出了 应对气候变化的 国家方案 十多天以后 科技部正式宣布了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 行动专项 我们将对气候变化的 科学问题 气候节能减排的技术问题 人们适应气候变化 和防止灾害的问题 以及公众的宣传上面 来进行 加大力度的投入 在上一个五年当中 中国在科技研究方面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 节能减排的 已经投入了 25个亿的人民币 在去年和今年 已经不止了 投入了40个亿的人民币 在今后的三年当中 我们大概要投入将近 100个亿的人民币 来解决 来攻克这些技术 我们支持新能源的开发 支持节能减排技术的开发 和支持生物技术的开发 和各种预防 各种各样的灾害的情况 刚才您提的那个问题 就是政府怎么样来支持 和鼓励私人开发的积极性 同时又能够保证 这些开发的技术 能够传播开来 能够为社会服务 所以我们认为 对于面向未来的技术 比如说中国政府 和在座的日本政府 以及印度政府一样 参加了国际核聚变的 这个研究的计划 ETER的计划 前两天刚刚 就是中国人大通过了这个计划 这在今后的35年当中 要投入几十个亿 来研究核聚变 为人类创造一个未来的能源 这是政府的责任 这也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对于一些 比如说生物技术 怎么样用在环境保护上面 生物怎么样培养出 新的生物质的能源 这些呢 我们支持一批 创新型的企业去 这个开发它 那么刚刚公布的 就是这个科技进步法的 中国科技进步法的 这个讨论稿当中 也明确地规定 除了具有 重大的公共利益的 这样的科研课题以外 一般的科研课题 它的承担研究的结果 都为承担者所有 这个呢 已经和世界上 基本上是同步的 那么从政府的角度上说起来 我们支持新型技术的开发 支持它的应用 在它还没有进入市场 还没有具有进入市场的能力 还没有进入竞争的时候 政府可能会投入 更多的精力来支持 在研发的各个阶段 来进行支持 但是一旦它进入了市场 开始了竞争了以后 我本人认为 政府就应该退出 让企业来自由地发挥 当然政府还会在政策 还会在这个贷款等方面 给予一定的支持 谢谢 非常感谢 还有几个问题 我们 是这样的政府的角色呢 在新型技术当中呢 是由政府来冒最大的风险 来投资 因为私有企业是不能够做一些投资的 同时呢 政府也会去支持一些企业去创新 而且万部长刚才是谈到了 除了有一些重大公共利益的成果之外呢 那么这种成果呢 将会有研究的这个发起人来拥有 我是来自中国新英报的记者 China Business 我有两个问题 想特别请教那个万部长和那个侯董事长 就是中国是作为世界工厂而著名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现在的资源和环境各方面的问题 已经不允许那种粗放的方式存在 那这个时候 因为中兴它是走过了这条路 从一个中国的那个企业 然后变成一个逐渐慢慢变成一个世界知名的通信企业 那然后从那个 国家的政府的那个政策层面的引导方面 就包括科技进步法 包括一些方面 那科技部会给中国的 中国制造这方面的 它的将来的附加值的发展 它的科技的方向 有没有一些政府的支持 另一方面 也特别想请问一下那个侯董事长 就是中兴在成长过程当中 是怎么用自己的科技 或者说其他的力量 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通信企业 谢谢 我想就是我们这个公司也经营了二十多年 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首先要靠企业自身的一种发展的动力 因为中国应该说在高科技发展方面 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力 刚才谈到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中国是应该说在全球和印度一样 拥有最多的人力资源 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些人力资源挖去 能够很好的发挥作用 这是企业能做好的关键 我想我们现在一直在这个方向在努力 现在我们已经有四万多名员工 其中三万多名都是技术人员 工人只有一万名 那么我想这一点呢 今后我想在政府的这个教育事业 我们国家现在这个教育还在不断地扩大 每年这个第一生 高能的毕业生也能达到五百多万 那么这个我想对我们国家 未来的科技的发展 是最根本的基础 那么包括这个从制造 像科技 中国的制造呢 会带来很多的环境 能源 资源的这样一个转据 那我想这个在科技方面的运用 能够大大的减轻 这个方面的挑战 能够赢得我们在这个方面 包括环境方面迅速地改进 我也简单一下 简单地回答一下您所提的问题 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也是在政府和企业的 和全国的共同努力下 那么中国现在成为了一个 制造大国 那么实际上制造业的转移 也是一种世界的潮流 也是一个全球化的 一个必然行动 为什么会转移到中国来 我们也要必须看到 中国的现实 我们中国尽管实行了 严格的这个人口政策 但是每年我们新增人口将近一千万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有责任 每年创造八百万的新的就业职位 因此接受世界制造的转移 也是中国政府的重要的责任之一 也是它的策略之一 但是制造业的产品 尤其制造业发展到现在的程度 确实对中国的资源 中国的能源 中国的环境 造成了一大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作为科技的作用在什么地方 就是不仅我们承担着双重任务 不仅要发展高新的科技 比如说IT 比如说生物 比如说新材料 纳米技术等等这些新的技术 同时我们还承担着改造 传统的工业的责任 因此我们在这几年的科研的重点 我们明确地放在 改进现在的制造工业 促进企业进行节能减排 发展循环的经济 使我们的工业结构 变得更加合理 作为一个制造业的达国 一方面要为世界的 因为现在世界上 确实中国出口的东西很多 也为世界的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 但是也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就是我们在节能减排的 完成我们约束性的指标的同时 要改造我们的企业 使它有最新更新的工艺 更加节约能源 更加环境保护 这也是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好 现在我们再转到另外一些非常新的 一些革新性的技术上面来谈一谈 大家看认为在亚洲 以及向西方国家来说 有什么样的优势 我知道您对哪些 从技术方面来说 哪些是比较有用的 而哪些是非常革新性的技术 那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在我们回顾 在看科技进步的时候 那么我认为最重要的 重点在西方 就是叫过于工程化 那么原因叫过于工程化 就是说 就是要有更多的人力资本 他们缺少人力资本 因此他们的产品 就是他们必须有这样的成本 那么对印度来说 我们有些产品可能对印度不适用 因此它主要是材料成本 因此对亚洲来说 比较有用的 就是它材料可能 对于我们像印度的发展 它可能只占欧美的这种百分之十 因此我们 需要呢 在要获得一个产品呢 有些呢 在欧美国家可能它的价格要贵出四十美元 因此呢 这两国家的产品呢 不是一样的 是吧 因此呢 我们有些美国的这些产品呢 他们对于我们这印度 中国啊 其他国家呢 可能用处不是很大 因此呢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因此呢 我们必须呢 重新的改造这些产品 这样呢 使它这些产品呢 能够对这个社会有用 因此呢 那么这样呢 比如说一百多美元 这么贵的东西 那么如果有些东西要搞坏了 那么很难去做 因此呢 这个从我们社会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且呢 从西方国家来说 也很重要的问题 例如说 例如说环保啊 燃烧炉啊 等等 天然气啊 这些呢 是非常重的 因为天然气价格呢 它可能在整个预算中呢 占我们是很大一部分 而在美 英美并不是这样 欧美并不是这样 在美国呢 它必须这些产品 必须重新改造 因此啊 我认为呢 它最终呢 可能会进入这个 亚太地区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我认为啊 很多这些人力资本 在科技方面的知识成本 无论是美国的这个博士啊 还是这个诺贝奖获得者呀 还有很多亚洲人 例如说 还有我们印度的这些绅士 那么我们把这些机会 结合起来 把与亚洲的机会 结合起来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呢 获得一些新的 革新性的技术 可以推向新的市场 来创造新的机会 IT呢 是一个领先的技术 IT产品 推 正好支持了这一点 就在 无论是日本啊 印度啊 他们的这些技术 也 也确实出现了这样的 我们很多的研发中心 不断地移到亚太地区 而且呢 很多新技术来自于亚洲 亚太地区 那么这两种断层 或革新的技术呢 它进一步改善了 我们亚洲的这种 业务的方式 什么的生活方式 第二点呢 这种革新 这种技术呢 而且 渗透非常广 而且呢 也又逐渐地返回到欧美 这种发展国家 也影响了他们的经济 因此呢 这就是我认为的 所谓这种科学技术 在亚洲地区的这些重要 那么 低技术的这种发展 它可能会呢 改变了欧洲这种 费用成本 非常高的这种技术 那么 你认为 那么 你刚才讲的日本呢 它 例如说 在这个厕所 它那个马桶上 按了很多按钮 我不知道它做什么用的 那么 因此呢 到底 它这种行业 在西方 在工业 在今后 例如说 这种革新技术啊 或者 低费用的这种创新 它有什么意义 那么我想呢 你讲得很好 怎么 从经济 例如说 我们呢 主要是一种 对行业这种发展模式 进行重新的改革 那么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个性化 第二点呢 就是协作 第三 就是创新 这三点 那么这些呢 可以涉及的 就任何国家 比较的时候呢 都比较这三方面 但很遗憾呢 在创新 现在他们 把它看作是第一位的 但是我认为 因为呢 它这个个性化 和这个协作方面呢 都很弱 因此啊 如果创新 也像 技术密集型的话 我们必须 要实现 要给我们目标客户 要提 用户 提供这样的技术 如果来合适 那为什么给 他们要 给点高技术呢 因为呢 我们必须呢 要捕捉到 要我们的这个对象 这个市场 或者是消费者 那么这一点呢 我世界呢 是一个平的 那么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这么说 那么 就像这个 Swatch 这种手表 那么 它 也就是在我们 东京银座啊 有了这么新的一个商店 我不知道这个Swatch 是什么东西 那么它看起来很 很好看 但是并不是很贵的表 但是当我看的时候 我进入的时候 我确实感到 我从来没有听说 这种品牌 但是我看到 一些非常昂贵的东西 例如说 2000美元 一块表 大家听过这个名字吗 我从来没听说过 但是 这个 瑞士表这公司啊 那么一个表 也就一百来美元 在东京 是 这个卖的 销售量最大的一个城市 所以就是 我们要针对一个目标市场 因此 那品牌 品牌是非常 有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要打断您一下 您说 便宜 并不会在日本呢 起来一种核心 所以是吗 那么是的 等于是呢 我们还有很多 这种对象 我们希望呢 互相的合作 不同 如果我们再回到 这个清单呢 到底在美国哪个行业 现在 它是依赖于 这高价格 或者是 过于工程化的 这种产品 这可能 对您刚才说的 可能它是 更加非常脆弱的 一种行业 我想 可能是 这些医疗 诊断设备 就是 电子医疗 那么 大家已经看到了 在亚洲 在不同方向 有不同的发展 这种行业呢 它也发生了一些变革 那么第二呢 就是汽车行业 那么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个汽车行业在亚洲 现在呢 它 已经 这 无论是亚洲 韩国 中国呀 印度啊 我们这些汽车呢 已经开始成熟了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低成本的 这些产品 已经出现了 第三呢 就是交通工具 就是说 行车 现在在中国 印度啊 它已经改变了 我们以前旅行的 这种方式 那么 它是以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规模 会进海纳 另外还有一个领域呢 大家会看到呢 就是软件工程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但是如果大家看 去波音啊 空中客车呀 他们使用很多这些 移动的电子装置 它在哪儿 制作的 制作的呢 它都是 亚洲国家 来设计 和制作的 那么从 IT啊 电子 医疗啊 交通啊 这些呢 都已经改变了 我目前的生活方式 那么现在 还有一点时间 因为现在呢 仍然有四个人呢 你们四位呢 在科技方面 有着精神的造诣 请给大家 给我描述一下 最酷的技术 今后会是什么 现在开发的一些技术 我们呢 可能不像你们 那么了解 给大家 请你们 给我们介绍一下 新兴的 最酷的一些技术 令人振奋的一些技术 是什么 侯先生 主要是说通讯 那么将来 跟这个 这个 老百姓关系 最密集的 就是在通讯方面的 这个带宽 如果宽带 再增长 这个两到三个数量级 那么大家在 这个互相构通过程中 这个 都充分的利用 这个图像的信息 我相信 我相信这一点呢 这个用不了几年时间 是不能实现的 好 你说的带宽的应用 大带宽的应用 豪先生 好 您再谈一讲 再花一点时间 我们都听说过 这个大的带宽呢 图视频呢 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再给我们讲一讲 到底它的应用 或者 与带宽有关的技术 是什么呢 您再给我们讲一讲吧 大带宽的技术 现在是在这个 很快的速度 在往前发展 那么技术上呢 这个突破还是 应该说是 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那么各国家 可能就是在这个 标准方面 而且是这个 在这个平均的分布方面 安排平均方面 这个一个制度 可能要 取得一些共识 那么这样在全球 各国家这个构通方面 就会更方便 当然有些大的国家 像中国印度 它自己国内的这个 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构通啊 这个是更重要一些 那么这个制度 就容易建立起来 那么我想这个技术呢 这个 比如说 移动通信 这个固定网的通信 那么这个 在第三代 已经开始应用了 那么第四代 这个每一代的这个 这个带宽呢 可能就 收力了 要增加 一到两个数量级 那么这样将来这个 在图像 这个传递过程中 构通过程中 就非常方便 好 给我描述一下 或对我 或对我的女儿吧 给我描述一下未来 因为我有两个女儿 给我们面识一下 给我描述一下 她们的 由于您刚才所说的 这些技术 她们的生活 如何会变得更好啊 请您用麦克风好 好 我们是 我们是 这个科技讨论 不是这个商业性的讨论 因此呢 我想呢 我想今后 今后会出现的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呢 我们现在 有了这样的 学习的技术 我们管它叫做 一种经验性技术 无论是 这个 移动电话呀 或者这些东西 可能并不是经历经验性的 我们在讲科技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说呢 技术呢 需要学习 因此呢 它会逐渐的影响人们 以后的人会不只要 学习我们的一些经验和知识 对你的 对女儿来说呢 她们可以来这个互相学习 或者向别人学习 她们 你知道 因为我了解 知道我家就是这样 但你说呀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 给我描述一种情况 就是技术 如何向我学习 因为我不必来考虑 这个技术问题 我希望你们大家考虑一下 就是它是否能给我们传递一种经验体验 考虑一下今天 也许呢 我们在技术方面 也许有很多难题困难 也说 这样的技术来学习我 这样使我生活更加丰富 好 我们来看一下电视吧 因为我们大家呢 今天必须来搜寻频道 来找电视节目 我们需要有同样一个电视 这个电视更使用了40年了 你也知道我家电视是什么了 那你知道呢 电视呢 从我们40年经验中 我们不会学任何东西 你的方式 生活方式啊 等等 他便不知道 因此以后呢 这个电视呢 它会向我们学习 以后你要打电视 打开电视的时候 它会有三个 就是你 就是说你上ATM机 就是你要用ATM机器的话 那么 你 你就是要做五笔交易呢 你这个还能花很多钱呢 或者 那么呢 今后呢 你用了你的这个 你来到这个ATM机上 它就会给 自动的给你处理你需要的业务 我想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世界 我们仍然呢 今天啊 在网络上还有一些密码呀 一些东 要键盘呢 等等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键盘呢 例如说 我们主要了解 要说我们大连的体验是什么 我们不必再按十个键才能够知道 我们 比如说在今后 这个技术的融合 我非常感兴趣 那么我上网 我按一下我就知道 这个例子发生什么 而不需要很长的 就没有未来的按这些键 那么这就是我感兴趣的一个例子 我们尽可能能够优化我们的操作 就是现有的信息量 以及我们的体验是有直接关系 因为很快的得到这种体验 就是在这个计算平台呢 我应该 这就是我说的技术要缺我 而不是我学技术 就像很多的这个 这个缓冲内存一样 很快的进入到这个缓存 而不要进入到这个硬盘 同样的这个生活中的 也是这样的这个硬盘 存属一样 它不断的生成这种体验 不要老一次次点击 才能找到今后需要做一些改变 非常鲜 向顾教授向你介绍一下 什么样是最好的 最酷的这个技术 我们讲技术的时候呢 我们总是这个 限制到技术上去了 我们要给大家提供的技术呢 应该是 要考虑到你客户的需求 你要使用你那大脑的 和重要的最正确的一部分 我想说呢 iPod和iPhone的两种电话 就是点击 它这个技术并不是重要的 这个技术设计 它的理念非常重要 这个技设计呢 确实抓住了消费者的心 让大家非常高兴 这是不一样的事情 因为现在呢 世界上现在有很多的 这个受苦受难 然后我们才有很多机会 但是我想说能源是这样 就像这个太阳能啊 它只是用了 现在能源使用太少了 生物技术 生物燃料 我们也还有量子 这个学量子技术 它是非常这个广泛 以后把它商业化的话呢 我们就不用担心 这个全球变得了问题 大家都可以使用这种新技术 在非洲都可以使用 非农村 印度农村地方 都可以使用这种新技术 例如水啊 能源 都是通过这个太阳能 给你提供的这样的水 和食物呢 大家都可以让大家非常高兴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技术 在能够提供这能力之前 我们首先要考虑到客户 我才让他们高兴才行 我非常高兴 我们在设计过程 确实有一些情感的东西 有一些热情的东西 激情是吧 万部长 你怎么 最灵激动的技术 你怎么样看 是哪种技术 从我个人的经历上说起来 我当过农民 当过工程师 也当过教授 我想每个人在不同生活的时候 不同生活的阶段 生活在不同的区域 会有不同的最酷的技术 对于生活在农村的孩子 他需要最好的教育 他要去买一个计算机 会花很多的钱 但是如果大家想一想 我们的Windows上面 所提供的所有的功能 在座所有的人都知道 有10%你能用上吗 也就是说90% 你用不上的 你买来了 如果我们让这些农村的孩子们 去买到他 竟花10%的钱 去买他10%的需要的东西 会有更多的孩子 收到更好的教育 我认为这就是最酷的技术 如果我们坐在城市里 我们觉得出门行动不方便 城市的排气 烟气很大 是污染源 我希望 我认为最酷的技术 就让我们未来城市的人 出行的时候 都坐上燃料电池汽车 坐上电动汽车 使他们能够享受零排放 对他们生活带来的 这是带来的恩惠 我想这就是对我们城市里面 生活的人最酷的技术 顺便说一说 也许明年的2008年的奥运会 各位就会在奥运会的场馆里面 享受到我们自己开发的 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 对于我前些日子 到了中国西北的高原 各位可能在中国的东部比较多 对中国的发展很惊讶 觉得很现代化 中国西部的高原地区 既寒冷又缺少氧气 那儿生存的人 怎么让他能够吃上新鲜的蔬菜 怎么让能够取暖 就是最酷的技术 我们的科技人员 在这种高寒缺氧的地区 把制造生物 BioGas的 制造枣气的装置 安置在塑料大棚里 使塑料大棚里面的 这个生长的蔬菜 为枣气 为生产草气提供氧气 使太阳能的温暖 导入了塑料大棚 而生产枣气的 枣杂又成为生产树菜的 生长树菜的肥料 这种技术可能是最简单的技术 对于在座的各位上说起来 但也对于这个地方生活的 还在相当贫困的农民说起来 它就是最酷的技术 所以我想作为中国的科技 要想到的是让更多的人 在不同的阶段上 享受它认为最酷的技术 因为这是科学 能够为它提供的技术 谢谢大家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你可能不一定来 无言的答复 这个是同意 这是不同意 你们可以这么说 做好准备 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想象一下 从现在以后的十年 在亚洲 我们不再关心污染的问题 因为有了技术 技术已经开始帮助我们解决了问题 如果你们同意十年之后 我们就不会担心 不像现在那么担心污染了 因为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如果同意的话 这样 如果不同意的话 这样 上下上下 真不好 我相信十年以后 我们会有技术 但是我相信 这个技术 只有在做所有的人 或者在亚洲 所有人都去应用 这个技术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的达到 我们今天 所以我这样 就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来用 这个新技术 它就这样了 如果做了新技术 大家都不用的话 就变成这样了 对 非常好的 他们说 上门外来 谢谢 谢谢女士们先生 请我再次感谢 我们非常好的 这种嘉宾讲演 再次感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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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